星星宝宝们注意了,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12星座年度运试已出炉,每个星座都有超过万字对未来运程的预测及详细解析。 在此双手奉上供宝宝们使用,请一步之专来了解详情,等你们我,妈妈呆,水瓶座,亲密关系结合事业合作关系的那种关系,会在这个时候带来解释。 也就是说,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,你的亲密关系和你的事业关系是结合的关系,就要注意大家的相处方式。 对于亲密关系的忠告是,不要试图去做一些隐秘的事情在亲密关系中,或者是你或者是对方,在之前的7月中旬前后,都有机有一些秘密的事件曝光,而更多的情况像是,你可能会处理一些财富事情。 但是却不希望对方知道,而这些事情到了9月12日前后就会有一个而大体的走向,而10月基本上就是没没办法再逃避,必须要去面对,比如要去解决的时期。 这段时间,过去关系不稳定的迹象会爆发,甚至于你而说,有些胡搅蛮缠,如果处理不好,部分水平做的宝宝,可能会因财失忆而离婚。 但是你要知道,中国的法律法规,其实只要努力查,是很容易查到很多的,对于只有亲密关系,但是还没有涉及婚的你来说,要在这个时候,尽量少去做让对方惊喜,或者惊讶的事情。 也就是说,你不喜欢被把控制生活,所以如果这个时候,对方对你有所要求或者掌控,或者随意发脾气,你似乎也不会太容忍。 如果你的包容性降低,对方会很受委屈,关系岌岌可危,因为这样做最后的结果是,往往是你一厢情愿,并且到最后,你不会因为有什么目的可以达成。 所以基本上你为对方做一些事情的时候,是处于对方能够帮助你,完成你的某些自私的想法。 如果对方是在被你的这种隐形的压迫下,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,那么以实形态方面就会出现分歧,以至于心里会厌制彼此,甚至会很烦。 跟你保持距离,毕竟亲密关系是亲密的基础上的,不是你怎么样做了,对方就必须做其他的满足你的事情。 如果不做,你就不高兴,对方压力也很大,所以这段时间就很容易因为自私,一厢情愿和意识形态的不同,而跟对方之间发生严重的分裂和争吵,甚至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为了达到目的,对对方的一些行为有些刻薄。 这是因为火星守护天蝎,所以这样的想法,会令你做事比较极端。 你想要为对方做一些事情,希望得到对方在其他方面的扶持,但是对方不吃这一套,那么就会适得其反,令你们陷入争吵。 所以直到11月中旬,如果你不想关系出现什么披露,但是,特别是涉及金钱方面的事情,必须透明。 到了本月过后,大致的结果落下帷幕,有的水瓶座会赚业,有的水瓶座会被迫离开原来的行业,还有的水瓶座会开启一些新的事物,新的关系,还有一些水瓶座,面临着分手和离婚,还有一些水瓶座会有可能结婚与另一半买房。 反正今年就是有房产方面的运势,只是一种行运,两种运势,看因果关系,切记不要冲动对待亲密关系的决定,以免后悔,尽量不要再精心密行,期间做任何决定,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,都有可能在后期的时间里发生变化,可能一切都不是你想要的样子。 不过人生不如意,十之八九,不可能处处让你满意,如果你的决定是在十月之前做的,就还好,但是如果你的决定是在现在打算开始做,那么其实是不建议的。 还有就是,这段期间,你可能还会涉及跟亲密关系,一起处理跟房产,以及对外名誉的事儿。 这也就意味着,你们可能会一起做点什么事情,对外是夫妻童心,其力断金,对内是夫妻恩爱有加,还可能准备一起买房,也可能不分水平做的宝宝会在这个时候想要结婚。 订婚,如果是之前,一直就这样执行的,那么这个时候,应该会有一个这方面的结果产生,十月,不分水平宝宝,会结婚,订婚,这个是利好的。 如果之前一直是纠结,这个时候,就没那么美丽,认定很重要,到了月末,一切都会有一个尘埃落定的事业发生,一起买房的,决定了走向,分配房产的,也会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大体的结果。 也或者,你的职业领域的变化,会在在月末确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就订阅本频道叫本公司,订阅本频道。